今天我們畫那個主要是玫瑰花跟金霧啦 然後如果說等一下再畫 我再無所謂 要記得帶喔 如果萬一在過程當中你覺得你沒辦法畫那麼多的時候 那你就盡量focus在那個 王國 不是啦 畫錯重點 不是 玫瑰花 玫瑰花蘋果 那個 雖然蘋果也很難畫啦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那個玫瑰花 對 我覺得蘋果好難畫 對蘋果真的很難畫 花瓶要畫 那不畫呢 不畫也可以 因為你說重點這樣玫瑰花 沒有你如果畫花瓶的畫 你不要畫得太完整 你可以不要畫得太完整 它下面一個花瓶透明的花瓶 對一點點你不要畫得太完整 但是我們重點在玫瑰花 那我等一下會有一些作品給大家看 就是不同風格的畫的方式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這樣子 它有個概念 因為其實大家在畫的過程當中 不見得都要同樣的方式 就是說 你可以是很渲染的方式 你也可以是很重疊 那你也可以是很寫實 就像李大哥那個就是很寫實的方式 我告訴你啦 你也很寫實 等一下也有類似的作品給你看 就大家不同的風格去看看你喜歡什麼樣的方式去做畫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時間不夠的話 那我還是會選擇有些地方放掉滿多 然後構圖的話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因為這兩朵玫瑰花幾乎快要平行了 所以我在構圖上面會是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這樣的方式去做 然後這兩個看起來這半邊被切掉了 但是在原圖上面它其實是有的 大家可以上那個電子檔去看一下 但是它幾乎也是在一條線上面 所以我也是斜角 那接下來是兩個顏色上面 三個紅的 然後這個有一點太偏外面 對不對 在原來的圖上面 所以它沒有辦法形成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把它拉進來形成一個三角形的構圖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三個紅的兩個 稍微一點粉紅 那其他部分都會是虛掉的部分 所以我們都不會去把它畫得非常的完整 或是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重點會放在這三顆的身上 然後這一顆會稍微再弱一點點 以這樣子類推 那注意構圖上面 不要有任何兩個的玫瑰畫 剛好在一條線上面 然後大大小小大大小小這樣去做分配來講的話 那整張構圖上面會比較有節奏感 那接下來是花瓶的部分 因為它不是主角 所以你等一下在畫的時候 像這個旁邊你只要一個角落 稍微清除一下就好 那其他部分你是可以慢慢的去把它放掉 然後蘋果就看大家 如果說 你如果有時間畫你就畫 那我今天 如果沒有時間示範的話 我就會稍微做個打底而已 那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還是盡量把它畫完整 但是 蘋果不是重點 所以你不要把它畫得太漂亮 你不要畫得很漂亮 就變蘋果不會 你要畫得漂亮 看他們也很難啦 對啦 對 沒有啦 屁眼你剛剛在那邊講 可以啦可以 你們一定可以畫得很漂亮 就是 我是怕你們畫過頭啦 我是怕你們畫過頭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樣子 你就可以畫得很輕鬆了 好 來吧 那我們稍微來一點點水 背景的地方 那比較有一些亮的地方 我們會留白下來 像那個 這個稍微有點粉紅色的玫瑰花的白的地方 讓我們稍微流下來 多一點水 然後有些地方留白 留下來 然後紅色玫瑰花 我就會染過去了 因為紅色玫瑰花其實比較重一點點 就不管 就染過去 那我就先畫到這邊 所以我就染到這邊就好了 好 好 薑肉 薑肉 薑肉色下來 加一點點 紅色色 那這紅色的地方 我就會直接用葛紅加一點珠紅 我就直接來 這玫瑰花的部分 這也是紅色的玫瑰 我先做一下 玫瑰紅 直接畫 直接畫 清水染下來 注意這半邊是屬於比較深 這半邊 因為光源從這邊來 所以這半邊 彩度是亮面 光線的來源 所以這半邊的顏色 盡量讓它亮一點點 那這邊的地方 讓它稍微明度稍微低一點點 然後彩度稍微高一點點 這邊有一些葉子的翻折面 整個先做下來 這是第一步 好,接下來 我會用一點點 隔層 染上去 讓它顏色變化稍微豐富一點點 那可能在畫面上面 有些地方是不會有的 但是我們自己做 自己做 讓它豐富一點點 那這邊比較亮的 剛才水是沒有上到的 留下來 這是岸面的地方 有影子的地方 畫過去 那如果說 來不及的話 就是用衛生紙 把它稍微擦一下 記得稍微 流量一點點 那個效果會比較好 這一葉 是比較深的 好,繼續來這邊 那這個是比較旁邊的 一樣 我們就虛掉了 有一些乾的筆觸 有一些濕的 做一些變化 冷下來 一樣 帶一點 隔層的顏色進來 好,中心點 這邊 檸檬黃 一點點檸檬黃 這邊有點太濕了 等一下可能會運過去 所以 稍等再過來 這個地方 直接來 這個地方 直接來 大邊臂 跟小邊臂 好 玫瑰花的部分 你如果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顏色 像那個 特別的一些玫瑰色 其實你可以拿出來用 這邊讓它暈出來 好,那這邊有點綠色 我們等一下先放著 接下來 芊草紅 綠色 綠色 就讓它暈進來 就好了 好,然後這邊 我用一點 土耳其燃 一開始 那裡 沒有 就 你就用那個 菇蘭就好了 例如說不用孤蘭 你也可以用孤蘭就好了 因為剛好我有這個顏色 我就拿來用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用孤蘭也可以 低層的鋪色 我會豐富一點點 有時候你在畫的時候 慢慢的你可以不用管它原色 大致上是什麼 你想要上什麼顏色 你就可以先上 沒有關係 蘋果 然後下面就水流下來 讓它流 所以我噴一點點水 用這個好了 噴一點水讓它有出現 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稍微等它乾 但是我們可能來不及 我們就直接畫 例如說蘋果不是我的重點 那我現在就隨便畫一畫就好 亮的留下來 留一點亮的 然後再用清水稍微暈一下 留最亮的地方 然後加一點點 然後加一點點 各層 然後下面這裡亮的 直接畫過來 你讓它留下來 你讓它留下來沒關係 你讓它留下來沒關係 輕鬆一點 好 孤蘋 紅 紅 稍微讓它暈在一起 這樣子蘋果 這樣子蘋果 我們先這樣子做個結束 然後這邊 紅的再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做玫瑰花了 這一朵先來一下 這朵先來一下 有些地方我還是會下一點清水 讓它暈過來 就是不要讓它整顆都這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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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暈過來 跟這邊暈在一起 跟這邊暈在一起 按的地方 按的地方 拿出來 帶一點紫色 這時候我會下一點紫色進來 再加一點點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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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綠色 請按0 baptism 你會下再加點群青 點パ dei 絲 排 上面的地方,我們盡量讓它放掉 不要做那麼多 上面稍微淡一點點 噴點一下 這邊有一點,帶一點光 好,然後上面這一朵 來吧 再用一點清水,把這邊暈一下 這裡是哪裡? 這裡 這邊,下面暗面的地方 綠色進來 帶一點紅 清綠色 然後這一朵 這邊邊邊,帶一點點暈進來 不要讓它太硬 因為太硬的話,邊緣會變得比較銳利一點點 先下這邊的顏色,然後刷清水進來,讓它暈下來 它就會變成一朵 就是可以再做一次 例如說 例如說這邊,我加一點這個顏色對不對 上來之後 然後你就用清水,往下刷進來 它就會暈下來 那它是一個一半一半這樣子 有些地方銳利一點 有些地方讓它虛掉 這樣層次上面就會比較豐富 當然你也是可以用 乾蟲疊,疊一半一半 讓它清除一點點 也是OK的喔 倒過來一點點 倒過來一點點 好,這一頁不見了齁 我們把它稍微洗一下齁 這是那個花瓣齁 玫瑰花的花瓣 這一個比較亮的地方 所以我再重新把它洗出來 我現在把一半一半齁 稍微再做清楚一點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 重疊上來 好,下面虛掉 這樣 這樣 越來越過去 越來越過去 這時候 再提醒我一些 不自覺會越跑越過去 例如說,我這幾個是重點 好,我就特別 再把它略為加強 好,拌一拌 這邊 翻過來 外面比較深 裡面比較淺 再刷清水 好 讓它暈進來 好,這邊 再重一些 這樣 這個地方齁 就會比較明顯 因為它的堆疊齁 明暗的對比度比較強 它就會自然而然 就會跑出來 好 接下來 我們再處理下面這邊 這邊下一個比較重的 去把它分開 然後一樣暈出來 好 那這邊這一朵齁 我會用葛紅 稍微多一點 上面那一朵是比較多的 玫瑰紅 那這邊我會多一點葛紅 但是我還是會 點一些葛紅進來 讓它顏色齁 還是會有一點點 互相的關聯性 在比較重點的地方 點一下就好 我在重點的地方點一下就好 好,那這邊 這邊的紙留下來 顏色 好 倩曹紅再來 接下來我會帶一點點 青綠色跟 倩曹紅的混合 讓這一朵齁 稍微再清除一點點 好 青綠色一點點 呵呵呵 呵呵 在這個地方 加強 加強 這邊 好 就盡量讓它濕一點點齁 不用怕齁 好,那這邊的顏色再來 好 你就用深一點的顏色來了齁 青綠色 因為下面齁 都還是濕的啦齁 所以不用怕 不會很深的 它乾了以後一樣不會很深齁 好 這邊 帶一點清水 刷出來齁 但是清水齁 稍微用布吸一下 不能太 太多齁 因為太多 它會流下水漬 不過你如果喜歡那個 水漬的方式 你是可以用水多一點 讓它反流 這樣子的變化度 會更有趣味度 齁 例如說用清水 做一些葉脈齁 把它吸起來 下面的那個 花瓶 暗面的地方把它稍微吸起來 好,那這蘋果這邊 暗面的地方再點一下 這邊 凹進去的地方 把它點一下 下面修一下 把光影處略修一下 這邊 這邊跟暗面先連在一起 不理它齁 把它先稍微做到這樣子為止 好,那現在我們再修這邊 把這幾朵齁 稍微再修強一點 還好還好 好,謝謝大家齁 一起合作齁 不然 錄到哪裡都不知道 好 一樣齁,因為這個紅的部分 我就會選擇葛紅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下面這裡 可以 帶一點紫 藍紫色齁 點下去就好 不要去抹齁 我就用紫的葛紅 生葛紅齁 這黃的齁 再多一點點 讓它亮一些 出來 再來 好 下面這個地方一樣齁 加重 好 葉子的部分齁 刷下來 不用畫,我沒有把它畫得很完整 就直接這樣做而已 好 下面瓶子這邊齁 好 這邊齁,我再稍微處理一下 就好了齁 好 好 那上面這邊齁 這樣看起來很不連貫齁 所以我還是會帶一點點 例如說 黃綠色上來 這樣子 把它倒過來 加點清水讓它流一流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跟這邊的顏色會有一些 連貫性過來 再把它倒過來 所以在畫的時候齁 你們可以稍微 轉動一下你的畫板 讓水流 稍微處理一下齁 這樣子那個顏色上面 有這樣子連貫乖的效果 這樣變化度會比較 有一些 節奏感也的延續 不然的話,它可能會到這邊就停住了 這部分 大家在畫的時候 你畫完的時候可以立起來 稍微看一下 感受一下這整個那個色彩上面流動的效果 因為這張照片齁 照的時候那個焦距沒有抓得很好 有點模糊 所以大家就不用畫得太清楚了 對啊 印出來更模糊 對啊 就印出來更模糊 因為這是手機照的啦 這是老師照的嗎 對啊 這是我們另外一邊上課的 畫的那個題材 油畫刻畫的題材 覺得還不錯 想說大家練習一下畫水彩 可是因為手機照的不是很清楚 放大起來變得好模糊 哦 所以油畫就是寫生 對對對 沒有 因為它那邊教室是空的 比較好安排 可是像我們這個教室就沒辦法安排 如果有機會可以寫生試試看還不錯 接下來這邊 花瓣 葉子啦 整個的感覺 明暗之間 把它修出來 像這一個花瓣 那個花瓣形 葉子 一個一個 把它慢慢的做出來 這樣變化度就可以了 OK 大致上 蛤蛤 玻璃瓶 可以嗎 好 什麼什麼 糟糕 荷花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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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和上倒影難度太高了 但是這個相對上面好像只有在畫花而已 會比較簡單 要畫得漂亮 對啦,我相信你們頭髮的很漂亮 對阿,我們會變得很變 然後這個花瓶的部分 我們剛才是說 把一些亮的地方洗出來 不過這個要在沒有乾的時候做 乾的時候做就做不出來 那個 老師這個用水洗跟用衛生紙擦要自然 因為用衛生紙擦會很硬 不然你就要用海綿 用那個 花用海綿 用那個洗就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可是用衛生紙擦 你可以慢慢擦啦 還是可以做出那個效果 只是怕畫起來會比較硬硬而已 然後底部這邊會比較深 最好是等它乾 因為現在沒有乾 你畫起來還是會暈開 如果等它乾的時候 你就稍微輕輕的畫一條 稍微比較中一點點 它就會是瓶子底部 因為瓶子底部有個厚度 它就會變得比較深 那你稍微等乾了之後 你稍微畫一條 然後再做一些層次感就可以了 因為它現在沒有乾 我可能做起來的效果也不好 這邊我看我 回去再做給大家看好不好 我再上傳一下 不然你看它畫起來就會暈開 那一旦暈開的效果 它就會比較沒有玻璃的質感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會在乾的時候去做會比較好 好不好 好 那大概示範到這邊 然後